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師傅還是要向各位說抱歉 今天11點師傅就得要離開課堂 結果我們昨天晚上去佈置 發現根本來不及 我們5點半就開始佈置到9點 他們就打烊了 然後離開的時候我們還沒有佈置完 所以今天趕快這邊離開以後要趕過去佈置 因為我們12點半就要開始了 通通全英文不能講中文 有一個人他是馬街的護士 他帶了一個醫師來 可是我那個注意事項就有寫 因為我是主辦方啊 我注意事項就有寫說 全英文不能講中文 然後他就馬上說 我朋友是醫生但是不會講英文 那我能夠怎麼說啊 他沒辦法 沒辦法 不用不用不用 對因為你們我們都已經做到一半了 所以你突然插進來 你還要問這個問那個 根本就對反而反而更麻煩 所以你說我該怎麼說啊 他說他不會講英文 我能夠怎麼說 如果是你 你要怎麼說 你不能來 因為我們是去英文 他一定不願意挑戰啦 這個人他也要參加 因為他負責佈置嘛 他就問我說 他要講什麼 我說你講德語好了 所以對那個醫生的女朋友 那一位護士我就 說麻煩你轉答那個周醫師 說You are the most welcome 你是最歡迎的 最受歡迎的 You are the most welcome to attend the party 讓他馬上就卸下了一顆心 所以你是最受歡迎的 Please feel free to talk in Mandarin 所以他馬上就說他要參加 好全英文全英文 我心裡都在想說 下一次可以 可能這邊的同學不知道 我以前疫情來臨以前 曾經開那個微講座 微講座就是只有12個人而已 每一個人允許你現場提問問題 你可以把你的問題提前拋給師父 然後師父會把你的問題融入在講座當中 都神不知鬼不覺 師父已經回答你的問題了 楊宗憲就是參加了那個微講座 然後才來上課的 他不是就這樣莫名其妙 他爸爸生病講路啊給他師父的大悲水 哪那麼單純容易啊 就是去聽了那個微講座 然後完了以後他又來 我們不是有一次示範放生嗎 他也來參加了 就那個以後他就持續來道課了 所以那個微講座其實效果很大 姜明珠就是參加那個微講座 姜明珠為了要參加那個微講座 因為王靖仁有跟姜明珠講說 師父上課是互動的 他一定會考你 然後他說那我該怎麼辦 他說你趕快先看師父的視頻啊 然後做好準備 結果他說他做了他看了24集師父的課程 那應該很夠了嘛 做了全副武裝來結果考零分 一題都沒答對 我出了12題他一題都沒答對 因為他的答案跟許里悅你很像 通通都是由什麼傳統佛學出發的 都沒有辦法啦 經不起挑戰 對 所以姜明珠下課的時候他就在哭了 他想他學佛完全沒有用 就是過去的學習都是錯誤的 對 好 所以我們 我為什麼講到這個微講座 我突然 昨天我就有一個靈感說 以後我們還可以再開微講座 是英語的 英語的微講座 全英語我也講座 然後就看誰能夠來參加 說不定可以杜化一些老外啊 對對說不定 反正這種創意都是靈感都是臨時蹦出來的 張明珍你有剛剛有舉手嗎 沒有 請你報告 上個禮拜 師傅 各位師兄 我是翁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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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上個禮拜天 第一名是蔣陸華師兄 答對七題答錯三題 他一共答了十題 我們那一天大家一共答題四十題 然後其次就是我翁翠萍 然後答對四題答錯三題 好到此就好了 要不然念下去都下課了 好報告完畢 對每一次他都要負責報告 上個禮拜那個胡佳培答了很多 他答幾題啊看一下 胡佳培師兄他上個禮拜天答對三題 答錯兩題一共答了五題 答了五題 好我們沒有答錯的 我們還是給分就是給一半的分數 為什麼因為你的錯誤的那個是錯 也可以讓雲端的同學知道這個答案是錯誤的 對所以一定要勇敢的表達自己 不管對錯為什麼 為什麼不管對錯你都要勇敢表達 因為對錯易如嘛 你千萬不要再講 錯誤的答案可以 什麼 不是不是二元對立 錯誤的答案可以 對 對 對或者是說錯誤的答案可以 嗯 什麼 嗯 什麼 公欲啊 公錯 他山之時可以公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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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別講公錯 公欲就是你是一塊欲嘛 你不是一個錯嘛 對吧 你是一個欲 是一塊欲這麼好 然後 嗯 借著你的試錯 大家可以像那個欲塊去學習 即便他是錯誤的 所以現在已經沒有人在講 他山之時可以公錯了 他山之時可以公欲 對 這是我們今天的那個主題 逐時依他起相 逐時雜相法 我要請教各位 上個禮拜的主題 是什麼 你不應該再看了嗎 逐時便祭詞 逐時無相法 所以他一路下來 接下來他就講到依他起 下一堂課他就講到圓成十了 他是在側重什麼 那就是你要發言的重點 One two three go 直覺思維 張兆麟 這邊新同學 這邊有北京的那個大博士 他們公養的筆 這非常好寫 然後張明正又公養了筆心 這可以換筆心的 這個真的非常好寫 你應該要來試試看 上面有 On Azabajanati 智慧奏 對 每一個人都可以來請 上面的法寶都可以 這個籤筆是經過特製的 也是On Azabajanati 你可以來請跟別人結緣 多跟別人結緣嘛 對吧 這個是 這個是 許里悅你還不會的 叫文書八字真言 對的 咒輪跟咒語 現在已經沒有在練 文書八字真言了 但是你私下可以練 來 張兆麟 On Azabajanati 老師跟各位寫長大家好 張兆麟第一次發言 你如果要如實了之 因因有的依他其向 對 你就必須要如實了之 因因有的依他其向 都是我們習性因緣所造成的 雜欄像話 那這個人好像在那邊跳舞 就代表一個人在那邊跳舞 左邊代表他的精神界 右邊代表他的物質界 他基本上由於他這個跳法 他有一定的跳舞的方式 有一定的想法 精神跟物質 都是他分別自信顯現的一個差別像 你如果了解他這個言起 你就能夠正看 以他其向 是這個因言合合而有的一個特性 特性就了解這個雜欄像話 都是我們過去沒有如理作意的一個 非正念 非正知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正念正知的學習之後 我們就希望從這個雜欄像話 能夠慢慢轉向所謂的 這個蘭敬華的原成實相 好 OK 好 還有嗎 還有嗎 來 許禮樂 來 老師 同學 廟吉祥如意 我是許禮樂 好的 我對於這個主題啊 我的看法是說 隨緣不變 不變隨緣 然後他在跳舞 腦袋有他的 腦袋也在念佛 這是我的看法 阿彌陀佛 好 所以 許禮樂 你還是停留在 因緣法 你還是停留在有相陪伏 我們現在已經上升到無相羞愧了 對 所以 所以 這當然就差了一大節 我剛剛舉例 江明珠 他是以前我們的 叫什麼呢 領頭羊 他就是傳統學佛 他不是聽了24集 然後來上師父的威獎座 全軍覆沒12題 他沒有一題答對 他每一題都搶答 一題也沒有能力答對 他就是因為一直停留在有相陪伏 從因緣法停留在因緣法 所以你要注意因緣法是重要的 但是他是初階的 他是基礎的 你一定不要停留在因緣法 你要想辦法讓自己的思維昇華起來 從有相陪伏要直擊到無相羞愧 那你說 那個維士班不是在上一切法相品嗎 他不是就是從有相的 那個現象界切入嗎 是啊 他是從現象界切入啊 但是他是叫你不能停留在現象界啊 所以你要如實啊 對吧 所以很多人搞錯了 一直誤以為說 這個 那個維士班就是在講現象界 解身密經為什麼叫密 為什麼稱密 他就是 是一個轉折 他要帶領行者 從有相陪伏 從現象界 轉折向上到無相羞愧 對 所以那個 那個徐李月你很棒 你非常願意學習 然後非常勇猛精進 他打敗所有維士班的同學 他禮拜四就已經來上課了 我們給他掌聲鼓勵喔 對 而且禮拜四他也發言挺多 他也發言挺多 而且禮拜四我覺得我最感動的是 他說我現在我已經知道我還停留在有相陪伏 他說我要努力朝無相羞愧 對 你們可以聽啊 你們可以聽 那個視頻都已經掛出來 你可以聽到他的發言 對 一定要不能錯而憂 要起而行啊 他是起而行的一個人 而且你知道嗎 他是住在公館耶 我們下課都下的比較晚嘛 10點多 然後他還送假喔 10點多了他還送假師父啊 然後 後來我跟蔣路華講說 我覺得我非常不忍心啊 讓他從這邊又要坐車坐到 坐到那個公館 我就說我們去問他可以送他一程 我們又繞回來追趕到他 然後他就說他要在新生南路那邊上車坐公車 然後再去再去那個公館 從基金會到新生南路好長一段路啊 我說你趕快上車吧 我送你到新生南路 你看他的精神 這邊沒有人趕得上 你們我聽到那麼遠 算了算了算了 你們一聽到禮拜四還要上課 算了算了算了對吧 菩薩就派了一個人來為你們做示範 人家怎麼在修學的 對啊 而且他是特別謙卑 你跟他講他都可以聽得進去 對 他因為他上好多課啊 青鋼精喔 能源精對嗎 還有山論 打坐 還有佛婆麗類教育 對 然後你被哪一個法師趕出來啊 山論宗嘛 是嗎 是山論宗 拒捨宗 拒捨宗 他不讓你發問 他不讓你發問 然後 山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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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同學啊 他們說你不要一直念阿彌陀佛 因為他給的答案永遠都說 念佛成佛 可是你看師傅也沒有說 你不能一直講 念阿彌陀佛 所以他下課的時候他跟我講說 師傅我好感動 因為其他法師不讓我發問 要不然就嫌我囉嗦 然後他說師傅你就是鼓勵我們要發問 而且要盡量講話 他說師傅你太感人了 對吧 是 對 是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好來 所以你現在知道你的問題出在哪嗎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你念佛當然是很好啊 要實相念佛嘛 對吧 但是你給的答案太狹隘了 你給的答案永遠都是講念佛 對吧 這就為什麼那些同學他不讓你發言嘛 對吧 所以你要拓寬你的學習的那個層面 你可以從念佛切進來 你也可以 從能源經切進來 你也可以 像有一次你很好啊 你就從金剛經切進來對吧 那也很好嘛 不是嗎 禮拜四的時候 你從金剛經的三連句有沒有 是什麼 非什麼 是什麼 對吧 那也很好啊 所以你不一定只有單一面向說念佛 而且師父在上個禮拜四也有糾正你 你的念佛的觀念是錯誤喔 不是 不是你的實際的操作是錯誤 你的念佛 你連念佛有幾種你都答錯啊 你答三種啊 其實有四種嘛 課堂上師父就有糾正你了對吧 所以理論一定要正確 這樣子的話你的實操 實操就是實際的操作 才有可能正確喔 好繼續加油喔 來 胡佳培大美女 好 我是胡佳培 我試著說出我對這個圖片的看法 好的 那因為 要靠近一點 要不然太小聲了 依他其因為是因緣 因緣無助相嘛 對 那所以其實在這個 這個因緣相當中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要馬上看到 背後有 背後有如如不動的空性 那因為這個背後如如不動的空性 我知道我不去執著一切 包括不執著我的心意識 我知道 我知道我心意識在幻化些什麼 可是我要follow我的肢體語言 對 在極境當中 在極境的當下 我融入 我融入這個情境 對 不管是隨著音樂 或隨著我的內心 心靈世界 可以展出 用肢體語言來表達出 離言無二義的爭議這樣子 那 就會有 這樣就是超越二元對立 那看懂的人應該就可以 從肢體語言 覺察出這個五者是怎麼樣清晰 謝謝 好的 OK 還有嗎 還有嗎 One Two Two Three Go 好 蔣諾華 On Around Chadra 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諾華 試著來分享 我覺得這個就是講一個人 人生 就是 人生 譬如說我在經營閱讀量 還是怎樣 我就是在這個現象界裡面 跟著這個音源起舞 他就是類似左半邊 我等一下遇到什麼事 又是有挫折又怎樣 但是事實上我們應該從這個現象界 我要從現象界的 種種 種種 遇到的境裡面 去提升 等於視境 由視境裡面去看到他背後的終極本質 也就是 致境 也就是比較明亮這一面 就是 我們不要被陷入 像我 我就覺得他就是像我的人生一樣 從小到大任何考試也好 多少 我就在這裡面 這裡面 就是他代表一個起舞的人生 嗯 現在按一聲是代表什麼意思啊 中間的剛剛已經開始放了安日 喔 對 所以現在應該是到點了 我在想怎麼這麼久了沒人按 嗯 OK 好 好 那因為今天時間比較緊張 我雖然向軟桂梁請督導請假請半個小時 後來我今天清晨5點05分 又給他改 我要請一個小時 因為已經知道來不及了 但是他到剛剛我上課以前 他沒有開信 他不知道這個人還要再多請半個小時 對 所以時間到了11點我還是一定得要走 否則的話我那邊就變成兩頭空了嘛 那邊也來不及 對是 並不是我特別重視他們 而是我希望能夠平衡兩邊喔 對好 所以師父來解釋喔 這個你們的弱點是 你沒有解釋如實啦 沒有非常正確精準的解釋如實 只是泛泛的解釋喔 你也沒有解釋雜像法 雜像法的後果是什麼 這個教過啊 就前兩個禮拜才教的 雜像法的後果是什麼 我不是調出來一個十二因緣 貨、業、苦 雜像法它會帶來輪迴的果 就是貨、業、苦 這就是為什麼你需要如實 如實就是如其本來 你要探究它如其本來的面目 而不是停留在雜像法裡頭 不是停留在雜像法裡頭 因為你停留在雜像法好吧 你說你釋放負能量那也很好 懺悔釋放負能量那也很好 你聳經念佛辭奏那也很好 因為你如果很親近在聳經念佛辭奏 你還是可以就是跟諸佛的高頻共振 對但是你還是很低啊為什麼 因為你會停留在亮與樹的束縛裡頭 所以千萬要儘快要離開有相的佩服 你要上升到無相的修會 你才有可能進入如實 如實就是如其本來 如其本來是什麼面目啊 可是你現在講終極本質 這樣子又沒有切到直極要害 你必須要如如不動啊 你要如如不動 那你用什麼方法你可以如如不動啊 你們沒有提供方法嗎 對吧 你們的那個搶答裡頭沒有提供什麼方法呀 依他其向當然上一堂課 那個什麼經啊 解身密經特別講 依他其向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左邊連結便祭所指向 右邊連結原成十項 所以他是一個中際戰啊 中轉戰喔 所以依他其向他一定是因緣法 他一定是因緣法 所以你不能停留在因緣法 你要怎麼樣 你要超越因緣的制約嘛 你一定要超過因果律的束縛嘛 你這個很多人搞不清楚耶 因為你如果還停留在因果律的束縛的話 你過去是很窮 你這一世又沒有不要說你我啦 我過去是很窮 我這一世又沒有機會聽聞經法 然後我也沒有努力賠福的話 我這一世繼續會很窮 然後你就不相信佛法了 很多人毀佛傍佛 最後都是因為我的現實的困境沒有改善 其實你不能怪佛法 是因為你毅理不夠深化 你還停留在有向陪伏 有向陪伏就是你還是向外求嘛 你向外求聳經念佛辭奏懺悔嘛 你還在向外求 你沒有向內覺知 你沒有向內觀照 師傅有一句名言叫 to win from the within 由內覺知而勝出 你只有向內覺知 你才有可能戰勝一切的煩惱 那這個的這一兩個禮拜 師傅傳授了一個新的方法 讓你怎麼樣你可以 你也不需要什麼超邀遠對立啊 你也不需要這個 那個叫動中辭奏啊 你也不需要動中禪定啊 所以師傅的方法一直不斷釋出 那你說師傅為什麼 你不早一點教我們這個方法 為什麼 我教那麼多你根本都沒聽 沒錯啊對吧 你浪費資源折損自己的福報啊 你要知道啊對吧 所以我會看啊 我看你成熟了 我才會再釋出新的方法 這個方法是 你可以超越禪定 你也不需要翹腳 你什麼知識都不用 可是他讓你24小時都在定中 這叫什麼方法 活在當下 當下安心法 當下就是什麼意思啊 超越時間跟空間 不管你在哪一個時間空間 你都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叫安心 你怎麼可以做到安心啊 你現在就是因為不安心嘛 所以你看你們的閱讀量起起伏伏 以前的閱讀量 以前我好風光的是翁翠平 可是翁翠平曾經 風光了一陣子以後 衰落到60而已啊 對吧多可怕啊對吧 代表你的心是上下震盪起伏的 是完全不是學佛人的風範 彭里芝 蔣路華也是一樣嘛 哇 飆到165那個 前幾個禮拜165已經很高了 然後呢 跌到多少啊 91還敗給林柔 林柔也 以前林柔跟陳明玉 你們兩個號稱什麼 LINE的閱讀量2000多 2000多 那都騙人的 這完全騙人的 你知道嗎 你800的時候 其實我都知道你騙我了 但是 所以我問你說 你的那個閱讀量 怎麼操作了 你都講不出來嘛 對吧 然後 但是我沒有數落你 我就要看你怎麼玩下去 結果你還玩到2000多啊 對吧 我講給那個 就前幾天而已 我講給那個 誰啊 蔣路華聽 蔣路華說 那個時候我叫你 解釋你的閱讀量800多 怎麼操作來的 他說他聽不出來 我在數落你 你看師傅數落人是非常高招的 你是完全不知道了 林柔也是一樣 你們兩個是 唯二兩個突破2000的 經常性都在被 那個時候王慈景在統計 經常性都在被記獎 其實都偷來的 都是騙人的 現在 後來師傅告訴你 這個方法 你們這個方法是一定不行的 你要儘快離開這偷盜的行業 所以後來師傅開展了YouTube 開展了FB 就是要讓你離開LINE 然後教你怎麼運作LINE 怎麼 Sorry 教你怎麼運作YouTube 怎麼運作那個FB 怎麼學習話題 林柔你都沒有學 你的話題最爛了嘛 什麼感恩師傅的慈悲 這是話題嗎 完全不是話題嘛 對吧 那個誰啊你啊 翁翠平的 你唸台大唸到哪去啦 我都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你有台大的氣質跟Innovation 就是你的那個創意 完全沒有 你的那個話題也是 這麼長 話題五個字就要解決掉啊 你把話題搞這麼長 怎麼操作啊 你那麼長的話題 市場上會幫你滾動嗎 話題為什麼一定要限制在五個字以內 你五個字丟出去 其他的整個市場 他會自動去滾動 你那麼長 誰知道你那是話題啊 對吧 師傅不斷不斷不斷的示範給你們看 你有看嗎 你沒看啊 江明珠以前在的時候 江明珠我每次問他說 你懂不懂什麼叫話題 他每次都說懂 有懂嗎 沒有啊 對吧 江明珠那個年代的 的那個閱讀量能夠跟現在比嗎 不能啊 所以人數一定不是重點啊 你們還呆呆的要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來幹嘛 我請問你 你方法根本不對嘛 你要重視話題 你要重植不重量 你做了嗎 你沒做嘛 是不是 所以學佛道理也是一樣 學佛你的方法不對的話 你學他 十年二十年 這個人學了二十年 你看到他上課的時候 哇 跨跨其談 他有做嗎 早上我才在數落他 我說你最大的敗筆就是脾氣太大 不堪一擊啊 像昨天我們不是一直忙忙忙那個佈置嗎 我還找了一個朋友來幫忙 我們三個人忙到九點打烊了 回去了 然後我還採集你們的那個什麼 新的報告啊 哎呀我一個晚上都沒睡覺啊 完全哪有時間睡覺 中間我還給我們的那個 今天要參加的那個賓客寫了一個 這個 Welcome Party的那個流程 第一關要做什麼 第二關要做什麼 第三關要做什麼 還有怎麼競賽 怎麼競賽 你怎麼樣可以拿到獎品 然後你要怎麼樣 你才能夠升華你的語言的能力 這個搞定的時候都五點啦 然後才開始做這個 時間多緊張啊 然後講的話就說 我累得要死我累得要死 你看一個人完全沒休息 沒時間休息都不講話 他睡了幾個小時了 來到師傅的療房進來說 忙得要死忙得要死累得要死 抱怨太多 習慣性的抱怨就是 這不是一個正常的 學佛者正常的學佛者 正常的學佛者不是這樣子修行的 你要知道 你的日常生活就是你學佛的展現嘛 對吧 我不是講嘛 美國的心理學之父 William James講 践行是檢驗真理唯一的良方 唯一的方法 你怎麼檢驗 你學的是正確 就是践行嘛 你沒有在践行 然後你只是課堂上講一大把 不是說他跨跨其談不好 他也可以帶動課堂的氣氛 那都是很好 但是如果他能夠加上精準的健行的話 他才是真正的同學的典範 他才是真正的線上線下所有同學的典範 我們給他鼓勵 我們給他鼓勵是逼著他一定要就範 好 好 所以那這個如實就是 如實就是 如其本來的面目 那以前師父就是會帶領你們用 就是 洞中持咒來進入洞中禪定 最近這兩個禮拜師父傳了一個叫 當下安心法 就是不管你現在在什麼時間 什麼空間 那你怎麼安心啊 我請問你 你們都會講當下安心法 那你怎麼安心啊 來 1 2 3 GO 師父各位師兄 Ong Averahum Chadra 一直翁翠萍試著回答 當下安心法 那個安心就是 你把自己跟周遭的情境融合在一起 這樣子 就像師父舉的例子說 你知道你在迷路 你知道你這個情境 然後你就可以安心了 嗯 沒有 完全止極要害 還有嗎 好 那個張教霖 這個很重要啊 當下安心法 永遠超越你的什麼 翹起腳來禪定 好 張教霖第二次發言 好 當下安心法就是 把你的信念 融入當下的情境 全然的覺知 我們所共同遭遇的情境 對 重點在覺知 你要覺知 你的問題是出在 我就是跟我的 當下的人事實地物 融合在一起 要幹嘛 你只是把它綁在一起 沒有意義嘛 對吧 你要覺知 你要覺知 我與當下的人事實地物同在 你要覺知 我與當下的人事實地物同在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自他易如 你 人事實地物 不管好壞 找不到車位也好 找不到車位也好 或者是堵車也好 等等等等 一般人認為壞的情境 你跟他 你覺知 我跟你 是在一起的 為什麼 因為你跟我 來自同一個終極本質 這個你們都沒講 因為我跟你 你要覺知 怎麼覺知 覺知 我跟你 來自同一個終極本質 你才是如實 你只有覺知是不夠的 你要覺知 自他易如 生死易如 還有呢 染淨易如 對吧 念不念佛易如 對吧 所以你對 當下的安心法 認識的不夠深刻 這代表什麼 你沒有践行 馬上就被師父給帶了 對吧 那師父為什麼 不斷的都能夠開出 開發出來這些方法 師父就是這樣在做的呀 師父就是這樣在做 那你看到師父的成果是什麼 師父幾天不用睡覺 神采奕奕奕 這個人半天不睡覺 就鬼叫臉偏 對吧 因為他用體力在過活 師父用能量在過活 我的能量從哪裡來 我一直站在如實 我一直站在這個終極本質 終極本質就是自他易如 就是超越現象界 二元對立 就是進入高能量的那個頂端 也就是諸佛所在的那個頂端 所以你要學習啊 你一定要學習練習嘛 練習試試看嘛 對吧 當你碰到困境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契機 你要藉由這個契機 去體悟 染淨一如 自他一如 生死一如 貧富一如 好 所以你們這個如實 沒有解釋出來 雜像法 你沒有解釋出來 所以還是有差一大段 你看師父都是漸進士 師父剛來教學的時候 你們只要願意講這個 師父都說 很好很好很好 給他掌聲鼓勵有沒有 對 是 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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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嚴了對吧 師父就是看到你們在進步嘛 你們進步了師父就可以 釋出更多的方法 然後更多的調教嘛 對吧 而不是縱容你們這個 隨便亂講 然後也說 喔很好 對吧 不是這樣子啊 好 那這個 這個舞者 他就是 他的因緣就是當一個舞者 然後 舞者也有很窮的舞者 對吧 舞者也有很富貴的舞者 然後他必須要超越自他 然後 進入這個那麼高能量的 這個 我把他當做這個就是 終極本質的如如不動 是經過了漩渦 經過了現象界的翻轉以後 最後他體悟到了 只有站在如如不動的終極本質 他才能夠超越現象界所有二元對立的挑戰 否則你永遠都在二元對立的困境當中 沒有辦法 站上這個如如不動的終極本質 好 那這個很簡單 是為什麼呢 因為上半段就是上個禮拜的 如實了之便祭所值 所以便祭所值 是為了幫助眾生了之無相法 什麼叫無相 來 要用麥克風喔 學習要用麥克風喔 隨時都要用麥克風喔 好 師父好 好 那這邊就說明 好 那無相是超越相 其實就是等於無相也是法性 其實就是法性佛性還有一如 還有那個極章法師那個大宋前論裡面 所有的不同名詞 但對同一件事情的一個不同的解釋 不同的詮釋 對不同的詮釋 那我要因為你很棒 所以我好喜歡考你啊 就是相有幾種啊 近相、無近相、外相 按照順序 要不然你自己都會亂講 對 相有幾種 相外相 外相 然後近相 近相 然後無近相 好 那什麼是近相 近相就超 其實所謂近相就不被相的伺服 超越相了 那無近相就連那個相也是超越 近相不是這樣子 有誰能夠解釋近相 近相 近相 有嗎 好 來 那個張照順 你看圍士班他們本來都不講話了 他們一個一個都是 要怎麼講 如如不動的 那現在你看他們也是特別活潑 你一個真正的行者一定不是如如不動坐在那道貌阿然 不是啊 我剛剛從北大回來這邊教書的時候 2015年 然後我帶了那一班 那時候我帶兩班嘛 一個就是 什麼 八中 八中 剛 對 個中大義 另外一個就是天台 對 然後 我就跟那個個中大義的同學講說 你們表現得非常好 一個一個都是道貌岸然 後來 我跟他們很熟嘛 一下就會很熟了 我說 結果 以前你們表現得道貌岸然 現在 師傅看起來叫做 呆若木漬啊 對 是 所以 後者才是真心話 前者是為了鼓勵大眾 對 好 所以 來 所以 蔣露娃你要搶答嗎 沒有啊 喔 喔 Sorry 張兆霖 對 張兆霖 對 在那邊等著呢 我的認知是 所謂的心的形象 新的形象 就好像我們 我們心 散亂性也有他的 不失意象的這種 對 可是這樣越差越遠了 心的形象 永遠都是在 對 在外向 因為他是遊走在現象界嘛 就是我的心 投射出來 看到 看到 這個立善 也看到了福家裴美女 也看到了 這個 香爐 也看到了電腦 這個叫心的形象 可是 相有三種 相 還有 鏡像 再來 無鏡像 這就包括了宇宙萬象 那鏡像是什麼 那鏡像是什麼 好 空 就是空 超越 對 相 就是 第一 是第一階段的 現象界的相 第二 那個鏡像是 要把相給空掉 把相的概念 禁除 可是 文書的教法 他是不會告訴你 你這個通通都要砍掉 不是這樣 要 立即在空性如如不動 超越相的束縛 叫做鏡像 那無鏡像 那無鏡像 就是 連我超越相的束縛的這個像 我都超越了 叫做無鏡像 對 好 所以 上個禮拜我們已經教了 就是 由便祭所持 我們要了知無相法 這個禮拜我們要知道 從依他起相的因緣法 要了知 怎麼能夠超越 帶來輪迴果報的雜像法 這是今天的內容 好 好 那這個就可以不用了 好 雖然 來 我們共同來感恩我們的長官 就是 簡豐文院長 阮桂梁獨島 朱一春執行長 還有 資訊組的同仁 以及 基金會所有的同仁 師傅在這邊 藉教學的機會 獻給線上線下 以及基金會所有的同仁 妙吉祥如意 好 許麗月 你非常喜歡妙吉祥如意 我請教你妙什麼意思 超越 妙是超越 超越什麼 超越 超越二元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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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超越二元對立 對 非常好 對 非常好 你看他才來聽 起堂三堂 第三堂課 對 這個妙就是超越二元對立 簡單的說 他就是親近 你所謂的 念佛念得很親近 是超越二元對立 而不是我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念 然後念了十二個小時 然後就說 我念得好親近 No 是 你要進入妙 妙就是親近 就是無上 無上正等正絕 那個無上就是親近 就是超越二元對立 所以諸佛都超越二元對立 因此他才會有高能量 這樣你有連貫起來了嗎 諸佛佛不就是無上正等正絕嗎 無上就是親近 就是超越二元對立 叫做無上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以喔 好 我念佛是念到都只有 南無阿彌陀佛 好 好 對很好 可是你不能 每一次發言都是 都是只講念佛啊 那你 你會像 那邊的同學這樣 就是人家就會想 你幹嘛每次都要講念佛啊 念佛是很好啊 但是你不能太狹隘嘛 對吧 你要拓展你的思維好不好 你很棒 大家給他掌聲鼓勵喔 好 今天雖然師父很忙喔 但是師父還是準備了一往席喔 剛剛講解了一些這個 待會會有整段的經文 師父也準備了一往席 師父也準備了會通喔 宗教會通 所以我們要儘快喔 趕時間只好少讓你們發言 大家很可惜對不對 因為你們真的發言很棒 你回去如果有聽視頻 你會感動 就是說喔這些學生真的 講得非常的好 即便他講錯了 但是他的態度是正確的 即便他 即便他被師父海K了 但是他完全不起煩惱 他的心態是正向的 你自己都會覺得感動喔 這是師父特別感動 而且認為你們進步 今天我們要來看 謝民宗的投稿喔 謝民宗你在哪裡 舉手一下 對 這就是他的投稿文 這就是他的投稿文 欸為什麼沒有聲音 Oh sorry 這沒有 他沒有按 中聲 來我從頭 你要知道謝民宗他只有 初中二年級的學歷 所以任何人 學佛不是看學歷 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首先共享 人生黑暗面 不畏人知 天地悠悠 歲月匆匆 草起又草落 一往昔 是為不堪回首 月民宗 兒時生活的清平 DEnes在隆 綠綠在目 录录cry 許點點 幾十年的光陰 就在混幫派 干黑道大哥中度過 日子總是在打打沙 deutschelo 都很包袱中恐懼度過 兒子逐漸長大之後 为了维护身为父亲的尊严 我誓愿不再插足帮派 留一半清醒 留一半醉 至少我应该务实地逐梦 因为岁月不会知道 人间有多少忧伤 人生的酸甜苦与辣 我不想提起 不愿再提起 毕竟它永远都是我内心黑暗的一面 直到2020年12月10日 我在学习宣台湾首届人生小宴中 执欲庄严又睿智的圣玄师傅 他犹如黑暗中的明灯 划破烦恼与苦痛 引领我名因果董事理 走出一步错步步错的窝措人生 以下共享 升华思维超越二元对立 为是圣玄师傅以前 余生因为债务缠身 天天借酒交仇 仇更仇 回顾2017年 内子开始上 圣玄师傅的文书法教课程 上课时间与餐馆营业时间 完全冲突 因此余生特别反对 内子去上课 如今 在圣玄师傅的调教之下 他竟然做到温柔地向我忏悔 都是我的错 不应该因为上课惹您生气 我们夫妻的关系明显地改善 餐馆生意逐步好转 后来我也于2021年1月7日 前往哲学圣玄师傅听课 从此余生不用喝酒 夜夜安眠到天明 在我生命困顿的转化过程中 生花思维 让我超越平 负二元对立的束缚 这是关键精药 我开始学习忏悔 释放负能量 两百能量皆以下 我因而清囊而行 天天欢喜新气象 接续则是耸词文书圣生经典 我初中只读二年 没毕业就混帮拜去了 但师父非常笃定地告诉我 乳是立根气 适合修学文书法教 一定要坚持诵经 让根本智慧彰显开来 每次上课 师父都是由直觉思维的训练开始 瞬间犹如海阔天空 豁然开朗 因为直觉思维的视角是多元的 触及深层意识之后 则条条大路都可通罗马 结论 在我的修学过程中 特别清正 师父有理有据 有方法的加持力 真是不可思议 师父说 生命存在的意义 不是只为眼前的生活 而是要活出身 心 灵的和谐与统一 才能彰显生命的无限性 从师父一无所有的身上 我看到师父为救把苦难众生的权力以赴 因而样样都有 和其父与足 我终于领悟 唯有利他 方能成就自己的大愿圆满 以下让我们共享圣玄结论 下下人上上志 恭喜学习轩新秀地址 明光中人首次上榜的殊荣 在高思学人汇聚的学习轩平台 本文作者是异类 因为他的学历只有初中二年级 但榜文彰显 作者思维之高度 识达本心 这是他看守文书研教的主因 圣玄法师援领经典如下 六祖谈经云 欲学无上菩提 不得轻于初学 下下人有上上志 上上人有梅意志 经文教导 在修学证悟至高无上觉悟的菩提大道上 不得轻忽初学者 因为就终极本质而言 心佛众生 无二无别 我一定要把它调回来 因为要讲到最重要的一句 即日起 不得轻忽的菩提大道上 不得轻忽的菩提大道上 不得轻忽初学者 因为就终极本质而言 心佛众生 无二无别 皆能成就 重点是上上人有梅意志 这个坊间他胡说八道啊 你要知道啊 所以师父为什么会建议你们扫上碗去看 你看了被那个什么中毒以身 你自己都不知道 那请你解释吧 下下上人也梅意志 好来 来 师父 还有各位师兄 我用小小弟子成名适者解释 梅意志就是说 他没有不是立即菩提大道根本质 还是在想思考 这样子 这样子没有 没关系 写师父让我 对对对对 还是很好 勇于勇于发言还是很好 来来张明正 张明正一副要要欲试的样子 对 讲错了没关系嘛 才会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啊 师父好 张明正一副 上上人有梅意志 也就是说上上人他也有超越他的意识的分别 也就是说实际上梅意志就并不是他梅意志 不会说去现象界的那个寿服 对吗 对不对 来 有人要反驳吗 这一句是最关键的一句 你上网去查上上人也有梅意志 大家都是胡说八道啊 就跳过了就没有讲什么就跳过了 on around Chadra 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蒋路华 适者来分享 我觉得这就是呼应那个标题 义不错 如实 他无意识事实上就是代表如实 上上人也有梅意志 对啊就是那个梅意志就是他已经超越了这个意志这件事情 他是做到如实 所以你是你讲的跟张明正有什么是一样啊 是啊是一样 所以我没有反对他 我觉得我跟他 你是同意嘛 你要先讲我同意 我同意对 我同意张明正 因为你没有讲 大家都在期待你又发言另外一套说法 对啊我当然啦 因为我也随着业力在漂浮啊 所以我事实上我最主要是我要把这个丢给我们的黑道 是 是 我觉得他这篇写的太好 他还有一篇在等着呢 对啊他太震撼了 那一篇也很震撼 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超越二元对立的代言 对 而且他是从深层的潜意识出来的 你看我觉得为什么我很赞叹他是因为我从他的身上 我就看到一个修行者应该展现的风范是什么 他绝对是闭嘴 他先坐再说 他的执行力是事实上是非常强 对 他的他每一次点的都是 是 不像我是跨跨其谈嘛 滑而不实 他是不一样 你讲的真好啊 是啊 我是觉知啊 我是有觉知的人 那我 所以你要向薛明中学习 对 没错 所以我为什么我很赞叹他 那另外今天又有一个星星出来 这里面 事实上我们的 徐丽悦 徐丽悦也是同样这种 这种质朴的人 真的 你真的可以 路仁德也是 路仁德 所以你们都在我之前可以入天堂 对 这个上上人也有媒意志 重点 媒 媒就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无 就是非 就是 所有的 所有的 般若经典的 否定的 那个用词都可以 无嘛 对吧 非嘛 还有 空嘛 这些 否定 但是他不代表 铲除 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超越的意思 所有的 无 所有的非 所有的空 都是 超越的意思 所以上上人 也有媒意志 是超越 意识 意识就是现象界啊 对吧 一到 六识 是前六识 然后 乃至于 第七识 第八识 是深层潜意识 这都在意识的范畴里头 他是超越了意识 深层潜意识 还有浅层潜意识的束缚 然后深达根本字 所以叫 媒意志 很高 对 所以上上人 也有媒意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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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嘛 似乎一个字 一个字 解释出来 媒就是超越 跟无非空 是一样的 意 就是意识范围 从潜意识到深层潜意识 他通通都不受他束缚 所以他直接进入根本字 对 这叫做上上人 这样可以吗 太好了 这里应该要有掌声嘛 对吧 对 是的 是的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对 可是 失误没有把这一段 就是放上来 你知道原因吗 因为 你会发现 现在失误的作品 都大幅度的删减 那个长度 太长又再加上 双语 英文的 英文是一定是要两倍啦 两倍的长度 这是跟语法有关嘛 所以就会太长 所以就会 就在删减当中啊 好 所以 现在师傅要让你们写这一篇 我发现 我上个礼拜 我尝试让你们写一篇科学的 上个礼拜写什么 量子纠缠 对比人的意识 以巴战争为例 结果我发现 你们完全没责啦 你们写的都是师傅 示范给你们看的内容 那这样子就代表什么 就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说你们还没有成熟到 像这种题目你可以非常展现 就是海阔天空展现自己的想法 这样子对你们才有帮助嘛 对吧 所以代表你们还 这个科学影片还要在 这个勇猛正经近一段时间 然后师傅再出考题 让你们试试看 如果你们写的不错 那以后就可以以科学的影片为主 你看杨宗憲他都没来上课嘛 对吧 他只能看视频 所谓杨宗憲的新的报告 清一色通通理论科学理论 他跟我解释什么叫量子纠缠 他跟我解释那个 Planck的名言是什么 可是这样要干嘛 跟尾巴战争没有关系啊 好歹失误还跟你讲 尾巴战争他的历史渊源 长达四千年的犹太人的渊源史 导致于他因为纠缠很厉害嘛 量子纠缠很厉害 长达四千年导致于现在纠缠不清 一直爆发恶性的战争 对吧 我希望你们写的是 师父给你看一个 那个example 就是给你看一个典范 然后你也可以想 为什么尾巴战争这么壮烈啊 原因是在哪啊 但是你没有啊 你没有这么写啊 好你有一个想法 好你有一个想法 对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蒋路华 市泽来分享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我们要尽量宽恕别人 对对 如果你在这一次你的负能量不 不愿意释放的话 你就跟以巴战争一样嘛 我这一次再纠缠下去 然后那个负能量再更加上去 就永远苦不完啊 下一次不会有好日子过 对对 所以我们宁可在这一次 所以我一直很感谢说 那个我们能够讲 宋美玲能够劝蒋中正能够 能够以德抱怨 他让我直接感触 我不以德抱怨 事实上我们也个人也可以以德抱怨 一定要这样 他不是为了别人好 而是为了自己的下一次 现在就很好啊 所以一定要 可是讲很容易啊 是啊是啊 做不容易啊 你跟阿丹就是以巴战争 对阿丹我讲过阿丹是 流浪犬嘛对吧 然后他是被打到这个前庭都凹陷 就伤到神经 所以他走路是晃的 他没有办法走直线啊 他就是这样子晃来晃去 然后他的精神状态都有问题 他要长期一直吃药 然后蒋路亚当然是很慈悲 把他从安乐死的边缘救回来了 那时候我还在北大念书 他要打电话来问我说 这么严重的状态能不能要不要救 我说当然要救啊 结果他用爱心抚养他 两个月阿丹回到正常的状态了 以后他就展开以巴战争了嘛 因为阿丹他是 他不是恶意的 他就是这样会冲撞 你知道吗 所以我养了八条狗嘛 每一条狗看到阿丹 哇通通都是回避恕境 没有人敢靠近他啊对吧 那蒋路亚就会很 就是舍不得这些狗都被阿丹给纠缠了嘛 所以有一次蒋路亚就 火帽三丈就拿那个揍他 揍阿丹揍他 然后在我面前揍他 然后我跟他讲 你小心啊 你一定不能揍他 你知道修理狗要怎么修理 你要用拿一个报纸棒 然后打地板打很大声让他 你下午他就好了 你直接打他的身体那当然是不对 而且我在现场喔 你要知道啊 然后后来他得到的线事报是什么 阿丹反扑了咬他啊 咬他咬到整个脸都嘴巴肿起来 身体通通都肿起来 那个淋淋什么啊 有一个供养我那个 以前都有那个 叫什么Modem 供养我Modem的那个叫林什么 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他去机场接我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不知道你被狗咬 因为他以为你发生车祸啦 他就说喔怎么这么严重啊 他说他几乎都毁容了这样子 第一次进几准四逢 所以其实怎么叫这样 这不就是尾巴战争吗 这不就是尾巴战争吗 那他也知道说我们手心长得怎么样 就看到自己的心 对 是所以 你现在不会自己这样子是 所以 所以我才讲很容易啦 做真的不容易 你那个火帽三丈 那个世仇嘛 他一定也是跟阿丹是世仇啊 对吧 然后世仇一起来的时候 哇 他完全翻脸不认人 完全翻 把他咬的这样子 但是他的庸人跟阿丹非常好 每次要带阿丹去看病 他的庸人一手抱着夹着阿丹夹在这个腋下 边走路边唱歌 把阿丹送到车上 让我开车去医院帮他看病 对 所以每一个人的姻缘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讲很容易 做不容易做到 对 你要 你要分享 对 是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 爹成明的事的分享 这是我学生跟我说的 她因为在前一个学校很痛苦 她转学来我们学校 但是因为一个妈妈的宽恕 所以她觉得生命很有 很温暖 她也愿意祝福别人 应该是他来我们学校 他跟一个男同学 只是玩 然后结果那个人不小心 腿还是手就断了 然后但是他说他本来吓死了 他说他一定会被告 通常一定会被告 然后呢但是那个妈妈 宽恕长老 对还抱 他说那个妈妈还来看我 安慰我 不要担心 还抱着我说 不要担心 这就是现实版的一个抱怨 师父我因为我知道那个妈妈的状况 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 因为他自己的丈夫还在监牢里面 然后他的日子是非常艰困 非常辛苦的 所以只有自己经历苦 你才有可能会体悟别人的苦 但是我觉得我很意外 透过另外一个学生说 老师我真的很感激那个人妈妈 他让我觉得应该要温暖别人 应该要祝福别人 这种感动都是假的啦 我可以说啦 当你碰到 实际自己的困境的时候 就像他这样子 马上都忘了别人对你的好 好不好 完全都忘了一干二净啦 你要知道 所以你对别人好 你真的不用奢求别人 会以德抱怨 或者是对你好 你不用这样奢求 我救了多少人 你看嘛 我如数家珍 就最近一两个月 我救了杨忠林 我救了杨忠彭 被黑道追杀 我救了你的眼睛 可以不用开刀 对吧 我救了王小炎的 那个Adenomyosis 他也可以不用开刀 你要知道啊 这么成功的 一连串的救了那么多人 老师说我从来没有 没有奢望你们要什么感恩我啊 虽然你们都讲 哎师傅我很感恩你啊 老师说啦听多了啦 真的听多了 所以你不需要抱持任何 我希望你来感恩我 我没有这样子的 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完全没有过 我就认为 这个就是我的出家座右铭嘛 在别人的需要上 看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嘛 对吧 所以 所以你们分享了那么多 我要告诉你 就是暂时性的感动 那只是暂时 因为那在现象界 现象界是幻化的 是多变的 对吧 另外一个情境来的时候 他已经不认得你是谁了呀 对吧 所以你还在讲 我多久以前我对你这么好 然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对吧 不是经常听你们讲 我以前对谁那么好 可是他现在都不理不睬啦 然后翻脸不认人 那活该嘛 为什么 你本来就不应该要期待人家对你好嘛 不是吗 对吧 你本来就应该立即在如如不动嘛 对吧 你还停留在现象界干嘛呀对吧 那你不也是像阿丹一样活该嘛对吧 所以学佛你一定要真的要很够清楚啦 你时时要立即在那个终极本质 否则你也是苦不完啦 你以为你解脱了苦 那你还走的啦 这一篇喔 所以我师傅要讲的是说 我现在暂时性不会让你们写 那个科学的那个新的报告 你还是停留在人文上喔 一步错步步错 简介跟反省 为何一步错会导致步步错 你要写出来 为什么不想要继续犯错 为什么有的人还继续在犯错 为什么谢明宗他不想要再犯错 人身转折的金要是什么 人身转折的金要是什么 就是徐里悦最严重的错误 他没有人身转折啊 所以你要把这三点融入佛教的毅理 指向今天的教学主题 你不是只有融入佛教的毅理 你要指向今天的教学是什么 如实依他起相 然后如实 如实杂相法就是导致人身轮回的 祸业苦对 所以你要把融入佛教的毅理 以后你要指向今天的教学 今天的教学对 否则的话你写的就会跟那个 谢明宗的那个投稿文是一样的 对吧 你怎么表现你的不一样 就是你指向了教学的主题 因为谢明宗投稿的时候 还不知道有这个教学主题嘛 所以你看师傅的初题是 一步错 步步错 他两个有什么关系啊 两个是密切的关系啊 所以 试试看喔 每一次 每一次我发现你们都有进步 你最近很好 你自从眼睛不用开刀以后就表现非常好 你的那个 好像这一期44期只有你一个人 还有林柔两个加2 其他的加1 杨忠贤也是加1 杨忠贤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他因为没有来上课嘛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可是你不能这么说 橘轩的徒弟 他们完全不可能来上课 他们都在中国大陆怎么来上课啊 人家也是没有来上课啊 为什么他们上榜率那么高 所以你不能有任何一个念头 把他拿来当做那个是 你写不好的因缘嘛 对吧 好那这个就是 接下来就是我要讲今天的经文了 经文很短了 若诸菩萨如实了之 依他其向 即能如实了之一切杂染向法 我这边有讲 杂染有分三种 三种因哦 获叶苦上个礼拜就有讲了 这个是果 是什么果 轮回果 但是他的原因从哪里来 从烦恼 所以我们不能 经常性起烦恼 叶就是照做这个行为 叶英文叫action嘛 对吧 然后生起这样子的叶 这样子的烦恼 最后你就会导致获叶苦 所以这三个应该要红字 为什么我没有红 因为我的电脑真的很有问题 你要给他标红的时候 他连动都不会动 完全动都不会动 最可怕的是录音录到一半 那个游标突然飞了 你不知道他在哪 然后你就忙着找游标 然后你录音就停了 就停在那 清常性是这样子 那个忠仙力 现在已经被我训练的 如果有一段时间 师父是空白的 就是师父在找他的游标 不晓得在哪里 对 所以你要 这就是很好的一个修行的历练嘛 你要与他和平共处啊 对吧 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挑战嘛 对吧 哇你急得要死啊 像今天 急得要死啊 急得要死 然后他连动都不动 你连要飙红都没办法 所以你看我都没飙 没有办法飙红啊 对吧 视镜中 视镜就是现象界的一切法 一切的展现 皆为扎染相 我人却误以为他是真实相 是立即在终极本质的 因此我们误以为我们才会有祸夜苦嘛 我们把烦恼当作真实 我们把错误的造作行为当作真实 我们把生起的任何一个像当作真实 这通通都是错 烦恼夜深通通是错 因为他带来祸夜苦的轮回果 所以视镜中的一切法可以成立为依他 视镜中所有的一切法 包括立善 包括这个香炉 会放在这儿 都是有他的因缘 所以我们称他是依他嘛 所以一切的扎染法 也就是依他 依他法 出来的都是依他下 反正停留在视镜的 就是依他起是扎染的 由于如实之道依他 也就是不落在便际的层次来看依他 这是根据如实了之依他法 所以我们上次上个礼拜 也有讲 看到剖枝家宝 剖枝家宝又称为什么宝 琉璃宝 看到剖枝家宝被染成地青色 然后就说这就如实 这是犯了什么像啊 非常好 他答对了 张明正 边际所执像 就是因为颜色马上就栽在里头 这个是边际所执像 那如果看到剖枝家宝 除了被染色 还做成了一个叫翡翠玉的成品 然后他说 哦这个就是剖枝家宝 这个就是琉璃宝 也栽在里头 那个叫什么像 那个叫依他起像 所以一个是很肤浅 马上 为什么他很肤浅 边际所执 为什么他很肤浅 谁能够答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不容易答 你答对我给你三分 为什么 边际所执 那么容易就沉沦了 就迷失了 光看到颜色就沉沦了 分别 你不能没有 突然又冒出来 大家会不会被你吓一大跳 对 你要举手 然后要发言 正确 要正确发言 老师同学 妙吉祥如意 我是徐李月 好 因为我们看到 然后起分别 起心动念 所以 所以就 不对 不对 我不能说你的答案不对 是你的答案没有直击要害 对 答案是对的 但是 拿来这里是不对的 来 没有直击要害 没有直击要害 所以你看到 这个班上 还有文书法教 讲的都是要直击要害 好来 胡佳培大美女 以我个人来说的了解就是 自己的无名习性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 好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因为你的便际所值哪里来啊 从阿赖淹石嘛 所以你这个义理如果够通透 怎么会答不出来啊 就是因为你的阿赖淹石里头的杂染 英文叫delusion 然后直接投射出来 所以你一下子看 看这个不顺眼 一下看立善不顺眼 这就是便际所值嘛 对吧 他之所以你容易 看他不顺眼 是因为你的阿赖淹石里头 染污太严重 delusion太严重了 这样可以懂吗 对 这个道理你要懂啊 你不能死背啊 所以你一点点颜色改变你就 你就马上就上钩了嘛 你就搞错了嘛 对吧 你很容易就上钩 你很容易就误判 是因为你的阿赖淹石的杂染太严重 便际所值之所以称他为妄有 是你的阿赖淹石的投射 对吧 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讲 我被小人陷害了 可是你要仔细想 小人怎么陷害你 还不因为自己的阿赖淹石的投射嘛 先把小人误认为贵人嘛 是不是 所以问题还是在自己嘛 对吧 这个就是便际所值 然后 依他起是怎么样 你已经染成了 变成成品了 那就代表什么 透过因缘法 你看掉一条绳子 陈明玉故意把它放在师父下课的路上 这就是因缘 然后师父因为很急着要去宴会 然后就误以为他是一条蛇 这个就是透过因缘而来的 就是他已经变成是一个生命组成熟饭了 变成一个成品了 这个叫做依他起相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搞得非常的清楚 好所以你看师父都没办法飙红看到吗 这是酒红酒红色对 在观修时在解身蜜巾是非常重视观修的 所以他有一品就是余切行品 专门在讲持观对吧 希望大家能够趁到那个时候 非常重要 在观修的时候先一向一元起 你所建立的全部都是杂染法 也就是成就了杂染法为你的相 然后呢为叫做依他起相的有 依他起相的有 那不是真正的有 然后用相对的缘起来观察 来禅止观 这边我有特别要讲 这个很重要 应该要飙红 龙树 龙树就是哪一个宗派啊 龙树哪一个宗派 1 2 3 go 哪一个宗派 龙树是哪一个宗派 1 2 3 go 好 胡佳霈大美女 龙树菩萨他基本上他是八宗共主 不过呢我哥 这边师傅可能要答应该是中观吧 对对对对 龙树在这边要展现 他在中观的时候的教法 是相互为因 来否定相依有 如果文书他就不会用否定这两个字 他会用什么字 他会用非或无 非或超越 超越依他起相的有 那龙树呢 他用什么来超越依他起相的有 用相互为因 因为依他起是因缘有嘛 就是你要立即在有这个因缘 才有可能有依他起嘛 对吧 龙树怎么平衡这个依他起呢 来怎么平衡这个因缘有 他用相互为因 两个来offset 就是来相互平衡掉 对因此相依有无自信 就是因为龙树他主张相互为因 所以他不是单一的依他有啊 他也不是单一的因缘有啊 所以龙树主张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什么样的条件相互为因的条件之下 龙树菩萨主张相依 相依相依起相无自信 请问这个自信是大写的self还是小写 怎么知道 no 他是小写 他是小写 他必然是小写 就是相依就是依他起相 在现象界里头 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执着在依他起相 因为依他起相 他是各种因缘相互为因 各种因缘所成就的 因此各种因缘都有自己的自信结果 你不知道这条绳子 会被你误以为他是蛇 是哪一个因缘起来的 所以这所有因缘都不能说 他有一个实体的小的self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因为相依是在现象界 他在现象界 自信就是要超越现象界这个小s 对 小s 小的self 也就是ego也可以说 说是小的self 他像就才能进入如实 对 他要超越这一个无自性 才有可能进入如实 这也就是说如实了之一 他起的这个像 也就是如实了之一切杂染法 为什么 为什么一切杂染法 他的成因是什么 为什么说你了之这个因缘相互为因的话 你就能够超越一切杂染法 那一切杂染法的成因是什么 这样又不会了 上一篇上一个PPT不就烦恼夜生 这个就杂染法的主因嘛 对吧 升起的因嘛 然后产生 祸 夜 苦的 轮回果嘛 对吧 怎么猜 5分钟以前才教的 现在就 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觉得也很可笑 对吧 所以这个是龙树的宗观 我要对比于邪行派 于邪行就是我们 法相为世中的前身 于邪行派所说的依他 并不是指说心识与外境的相依 心识指的是什么 阿赖耶使跟外境投射 就是不是阿赖耶使跟便祭所持 或者是诸法因缘合合而成依他起 他说于邪行派不那么容易啊 他讲的更复杂了更深入了 他说不是只是讲心识你的阿赖耶使的投射 与外境相互依存 于邪行派是把心的形象 形象 谁能够解释形象 这个是很重要 特别解释给那个 那个谁 两位心人听喔 形象是什么意思 好 形象就是心的流动向 要看到自己的受想师是什么 对对对 你的心 投射出来 他走到哪 他有走到哪 你的心 就 他的形象 现在幻化成为立善 就是代表你的心已经在那里了 就是双凤实验 你的心的关注已经到那了 如果套上科学依据的话 你的双凤实验已经跟到立善了 如果心的形象走到这个 这个叫香炉这儿 那就是代表你的关注到这儿了 双凤实验就告诉你 这就是你的关注啊 对吧 你的关注 立脂不能只有讲 讲坍塌态 变成立脂坍塌态 所以他变成占有时间跟空间 让你看到 所以你把佛法跟科学理论串联了起来了 对吧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余协是把心的形象也视同外境 其实不管这个心有走到哪 而不是只是停留在那个遍际所值 因此烦恼的形象 因为我们讲扎染法有三个起因嘛 一个是烦恼 烦恼也有形象啊 你现在起烦恼 然后你嫁祸给阿丹嘛 这不就是烦恼的形象嘛 对吧 烦恼夜还有生起 这个都是那个轮回果的成因嘛 对吧 烦恼也有形象 夜行嘛 也有形象 心的形象 都如同外境一样 所以根据这一点而成立一他 简单的说 于且形派把一他起的像 成因 明显的标注出来 有三个成因 一个是烦恼 一个是夜 一个是生起 但是龙树的话 把一他起相的成因 界定为相互为因 就是因缘的相互成就为因 这样可以吗 好 于且也从夜的成立一切法相 这涉入了相爱缘起 他们两位新人可能这一段会比较困难 因为这个我们花了一段时间解释了 相爱缘起是 是什么 相爱缘起是 对 对 不是 秘密相爱 对 秘密相爱 对 相爱缘起 两位新人先 先没关系 先听就好 例如植物没有水 他就不能生存 对吧 显现有水 不能成为有 这就是相爱了 这是互相为爱 对吧 当然最高的秘密相爱就是 你要超过时间跟空间的束缚啊 对吧 有四种相爱缘起 夜的功德其实也是适应相爱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你的像徐李悦老师来讲 我念佛 念佛有功德 念佛成佛 这都是功德 为什么说 那个还在比较低的层次 是因为你那样子的功德 你还要处理相爱啊 相爱缘起的这一段啊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说相那个 叫什么 有相赔福 层次还是比较低的 是因为有相赔福 你要处理相爱缘起 否则的话 你还是没有办法成立嘛 对吧 也是一样 因为这个烦恼 然后夜还有生起 这个三个因成就了 或夜苦 那这个苦 他说苦也是一样 有无都是苦 都是因缘 都是依因缘而展现 我要讲的中论是 这些杂染相的这个法 是因缘而成 所以成就为依他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你要理解两个派系 讲法是不一样 这样可以吗 对好 十一点了 但是我还是想要让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科学的视频 量子纠缠与人的意识 为什么你 为什么师父一直认为 一直讲这个视频 特别的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意识的时代嘛 你不应该到现在 搞不清楚我们的意识 是被量子给纠缠住的呀 对吧 所以你应该要看嘛 对吧 然后他跟佛法有什么 对接的关系啊 你应该学嘛 对吧 所以师父的课多重要啊 这是第二集 我们总共有三集 下个礼拜我们要看第三集 这是有深度的 我们要来的 纠缠在一起 纠缠的人 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物理学 一个将我们带入 行而上学领域的问题 例如 人 极其意识和一切 能不能变得纠缠在一起 纠缠的人 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维格纳 在1960年代初思考了意识 在量子物理学中的作用 当时 许多物理学家并不认为 意识或人类的思想 对此有何特别之处 但维格纳不同意 他反复研究了量子力学 认为为了使不含数坍缩 也就是说 为了使任何东西处于一个特定的状态 需要有意识 为了说明这一点 他想出了以下的思想实验 通常被称为维格纳的朋友 假设我们有一个观察者 名叫戴比 在一个孤立的实验室里 戴比测量一个系统 比如说 一个电子的自旋 可以是向上或向下的 在他封闭的实验室外 另一位观察者曝国 并不知道戴比所做的测量 从他的角度来看 电子的波函数并没有探索 他仍然处于向上和向下的叠加状态 与薛定谔的猫类似 从鲍博的角度来看 戴比既做了自旋向上的观察 也做了自旋下降的观察 只有当他打开实验室的门 戴比告诉他 他所做的测量时 他才看到波函数探索了 那么波函数何时探索 是在戴比进行观察时 还是在鲍博进行观察时 科学中是否有一个客观真实 如果是这样 戴比和鲍博的观察结果 应该是一致的 但如果两个观察者看到不同的东西 我们的科学基础就会受到质疑 如果这一切看起来很荒谬 这正是维格纳的观点 意识改变了事物 他认为意识是特殊的 一些科学家认为 解决维格纳悖论对于全面理解量子力学至关重要 包括它是否可以与宏观世界相协调 量子力学和现实的本质 2020年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大学的科学家们 在维格纳悖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 将量子纠缠纳入其中 不仅如此 他们还真的对其进行了测试 他们的实验提出了一个问题 观察者能否就一个真实达成一致 上面 两位观察者在两个封闭的实验室里 按量子力学思想实验的习惯 称他们为查理和戴比 测量一对纠缠的光子 现在除了查理和戴比 没有人知道这个实验的结果 在实验室外 有另一对超级观察者 爱丽丝和鲍勃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这些光子仍然处于叠加状态 不仅如此 查理和戴比本身也变得纠缠在一起 这意味着 从本质上说 查理和戴比与他们的粒子纠缠在一起 因此也与对方纠缠在一起 因此 每当查理进行观察时 戴比也会进行同样的观察 反之一人 现在 爱丽丝和鲍勃随即选择打开他们朋友的实验室的门 问他们看到了什么 或者进行一些其他实验 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 我先考考各位 他不是就是 有人放在一个实验室 然后有人在实验室外去观察 然后看他看到了什么 对吧 然后 你认为实验室里头 就是被关在实验室里头的人 看到了他想要看的东西吗 他看到了叠加态 还是他看到了坍塌态 为什么 那个张兆玲 张兆玲是我们当中 这个科学基础最最丰富的 那个路仁德应该也是 因为路仁德是台北工专毕业的 所以他只是还没有发挥而已 哪一天他开口讲话的时候 也许远远超过我们 对吧 我们给路仁德掌声鼓励 鼓励他要开口讲话 来 好 来张兆玲 我刚好是在实验室里面观察的 他所看到的是坦塌态 因为他的意识色录 那在两个实验室以外的那位 他所看到的是叠加态 他自后打开来看 他是叠加态的状况 OK 可是他的问题是说 在实验室以外的人 他会认为实验室里头的人 对他而言 他是坦塌态还是叠加态 对实验室以外的人 他会认为跟他一样 实验室里面的人看的是叠加态 但事实上他们看到的是 是叠加态 OK 有不同的结论吗 答案吗 应该是错的 应该是错的 对对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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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所以你们的观念还是不够清楚 当门门关着的时候 他的利子不会坍塌啊 利子会坍塌的唯一的条件是什么 被观测 被观测 不是观察 我纠正过 观测 观察而且要测量啊 我们是 不是科学家 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测量 他们是科学家 他们的实验室都在测量啊 被观测 所以他会坍塌嘛 对吧 他所在实验室里头 你可以从实验室外头观测到他吗 你不可能啊 所以他一定是叠加态嘛 对吧 可是 可是科学家他很好奇啊 他想你是叠加态吗 我打开门来 当他打开门的那一刹那 他变成什么 对啦 对啦 这个观念你一定要搞得很清楚 这个就是薛定二的猫 他为什么是悖论 他为什么是悖论 这一个其实做的研究工作 就是薛定二的猫 一模一样的 的研究工作 就是 当你处于没有人观测的状态的时候 他必然是叠加态 可是你很好奇 他猫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 我好好奇喔 把他打开来 他瞬间发现 猫是坍塌态啊 这个 他用那个薛定二的猫 对 用这个猫来做实验 是不是太棒了 是是是 对 对 对的 对的 其实你看宇宙万物 都有这个特质 只是我们平常 很少真正关注他 我们就以为说 喔反正这都是坍塌态嘛 我都看得到嘛 但是你没有想过 一个东西从坍塌态返回 宇宙那个波函数的能量场的时候 它成为叠加态的那个过程 以及那个状态 你没有想像过吗 对吧 这个就是重要的地方 对 今天我们先暂停在这好吗 师傅会把这些 通通在 学习宣播出的 视频通通都 都会出来 你看 师傅有了六张slide喔 你看师傅这么忙 还是写了那么多 那个slide两张了喔 然后三张了喔 你看 量子的悖论 这个就是在讨论 它到底是叠加态 还是坍塌态 no go 有没有 a strong no go no go 就是到底要不要打开啊 还是维持在原状啊 对吧 好 再来 再来 好 这边 你看 师傅把 这一个量子力学的这个悖论 拿来跟圣意地 第一意地就叫圣意地 去对话 跟经典对话 看到吗 你必须要允许它 在现象界 风情万种的存在 不管它是叠加态或者是坍塌态 它是一定存在的 除非你关注它 它才会变成坍塌态嘛 否则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 学习佛法 正确的升华思维 实时立即在终极本质 怎么样可以做到实时立即终极本质 怎么样 怎么样可以做到实时立即终极本质 对活在当下定 但是你没有用麦克风 麦克风 No 师傅已经讲过了 没有用麦克风 算 就算没有答 一定要养成好习惯 一定要养成好习惯 因为你们都不是新人的嘛 对吧 你们已经都是 都是 新人的相反叫什么 也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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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也不是 资深啦 资深 太美了太美了 对对对对是资深的行者 整个学习宣只有中先立一个人 他一个人一个群组 那个群组叫老油条啊 你要吃 他很会做油条 对然后你看喔 你看 然后 这个我习续对话 因为这个试验工作他是获奖的嘛 跟佛法怎么来会通 对 这特别重要啊 特别重要 真的特别重要 师傅会把它挂出来 在师傅的绝宣的那个播出 然后同时也会逐一解释 那个路仁德 对 是你讲义有没有用啊 云端的人看不到啊 对啊 是啦 而且讲义没有解释 我保证你也没有办法完全懂 路仁德你可以看得到绝宣的播出吗 没有办法 那没关系 你就暂时看讲义好吗 你暂时看讲义 下个礼拜我不是要讲第三集吗 就是这一个主题 那样子纠缠人的意识的最后一集了 我会概略性又再讲一下这一个 因为这一集真的很重要啊 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葬好不好 我会讨论的最后一集 因为我会承论的最后一集 一定是什么 其实也是有什么 我会讨论的最后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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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